欢迎您再次回到 好险有你的单元 我是李嘉宜 那么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看 公司健康保险 Open Enrollment开放保险期 开放这个投保期 什么时候是开放投保期 都有哪些相关的内容 我们来有请Amy章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Amy 您好 是 主持人 观众朋友 大家好 首先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说说看 这个什么是Open Enrollment 这个什么时候 是Open Enrollment的时候 对 其实Open Enrollment 顾名思义 它是一个保险开放投保期的 一个称谓 那个人保险 大家都知道现在都只能在 11月15号Open之后 到2月15号中间来购买 对 不管是Obamacare 加州全保 或者说今天您可能是 一个个人保险 但是公司这边 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公司保险的Open Enrollment 是指您什么时候 保险开始生效 成立的那个月份 就是您的Open Enrollment 所以这个时间点上 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对 每个公司不同 每个公司都不同 每个公司都不同 对 再过去呢 可能我今天1月 你是2月 那在去年 因为整个这个OG健保 改变了整个市场结构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的Open Enrollment 大部分的公司 已经全部都变成是12月份 80%以上呢 台湾 大陆 中港 台也好 反正所有的亚洲企业 特别是亚洲企业 大部分在南加州这边 都已经改成了12月的一个Open Enrollment 那也就是说很多公司 可能已经在上个月 或是上上个月 收到了这个Renew的通知 我开放投保期 通常是公司保险这边呢 它要做一个变动 那这段时间内 您可以申请新的计划 你可以做一些 比方说加减家属啦 加减员工啦 很多的变动 都是在这个开放投保期里面做 那因为大家都是 因为去年为了要规避这个Obamacare 大家纷纷改到了12月份 那今年马上后面的12月份 就是我们的开放投保期 特别是对2到50人的公司保险来说 那这个开放投保期 目前有一个趋势就是 因为大家在去年12月 已经都是纷纷Renew了 今年我们到了12月 开始会 我又可以有一年的 这个完全福利不变动的 我们叫做租母级计划 所以大家收到涨家通知的同时 可能也收到了一个通知是说 今天我公司保险 今年12月开始 我符合Grandmother 祖母级计划的一个权利 那这个权利就是 让我今天公司 可以不需要走到Obamacare 或是欧际健保的 那个中小企业的范畴里面 大家都知道 欧际健保里面有金 银 铜 白金 不同的这个金属等级 那我当然白金是最好 最高等 大概是帮我cover 90%的医疗费用 那接下来金 金的话大概80%是这个 保险公司负 再来的话就是退而求其次 可能就是银 银跟铜分别就是后面 这个比较稍微coverage少一点的计划 银一般是cover70% 铜是cover60% 就是金银铜白金 这样的一个范畴 那因为我今年 今年我的公司保险是12月份 所以很多保险公司 offer了我祖母级计划的前提下 我可以不要管金银铜白金 我就是继续用我现有计划 再用一年的时间到明年的12月 都不需要改变 唯一改变的是 我从12月1号开始 我的保费会增加一些 那幅度的话 从6%到10%不等 看保险公司 也看您本身公司的 这个人员的 ZIP Code 年龄 所以开放投保期 对公司保险来说 要非常注意的是 您有一个选择是 继续留在祖母级计划 不要变动 可能就接受这一点点 微幅的涨价 通常是大部分的公司 是要这样做的 也就是说到了明年的时候 这次涨价是一定的 每一层公司 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逃不掉 没有办法了 对 那么对于这个 我们刚才说这个投保日期 投保日期这上面 还有投保的内容 都有什么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地方呢 对 其实组母级计划 是一个option 另外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些 是特别保PPO的 这个中小企业 PPO计划 其实不一定 组母级比较便宜 组母级计划 通常我们好用 是一些华人网络 小网络的HMO 如果说本身我今天公司 是投保PPO 我的上上下下 我全部都是PPO计划 不妨趁这个开放投保期 重新看一下市场上 有什么Obamacare下面的 就是我们刚刚说 金银铜白金的 这里面有很多PPO计划 其实可能比我去年还要便宜 就是市场上的这个 便宜与否的计划跟选择 随时都在改变 如果我今天公司 是在开放投保期 换到PPO 很可能会省掉一些保费 那如果我今天是HMO呢 就要看 在HMO很多时候 可能我就是继续Renew 我的祖母级计划 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所以开放投保期的时候 就像您刚刚说的 它是给企业也好 给员工也好一个机会 在这一段时间 通常是一个月的时间 比方说是12月1号的 开放投保期 那整个12月份 我做一些变动 但是今年千万不要等到 12月1号再变动 因为大家同时都在这个时候做 你所有的东西都会delay 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着手 去进入到这个Open Enrome的这些内容里面 评估上面 现在其实该开始做 有些有一点点晚了 但是还不至于太晚 那开始评估 开始看看自己的计划 到底价钱上 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在市场上 还有就是说我的祖母级 跟我的这个新的 Obamacare的计划里面 什么对我的员工来说是最适合的 那也在这个时候 因为我是开放投保期 我可以做很多计划的改变 我可以把我原来的 没有加的小朋友加到保单上 我可以选择 原来我当初放弃说 我不要加公司保险的员工 我在这个时候 可以重新加回公司保险 所以说在这是一个转换的时间 对 年底的时候 其实对于很多都是 这个推陈不新的时候 那对于保险也是一样 所以大家在这段时间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一定要去问这个滑行保险 因为这里面的内容真的太多了 像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么多 对 相当的复杂 而且刚才还说到这个祖母级计划 我们今天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 和大家说祖母级计划 不过下一次 大家也要好好来听听看 这到底什么是祖母级计划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这段广告 马上回来